哥 你跟我嫂子吵架啊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于是那行军床 给我备打 你嫂子最近失眠 我睡觉打呼噜 嫂子 你不会把我哥 贬杀人间了吧 没有啊 吃完没吃完 吃完给你走 哥 其实我今儿来找你吧 有点别的事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借钱呗 一签 我给你转了三千 以后别再老了 哥 我走了 嫂子 慢慢吃啊 我哥 这么痛快 事大了 我觉得那个店的店长 应该是听进去你家 我跟他说的话了 这三天他一直是闭着店 我觉得那个店的店长 而且没有人出入 再过上几天 这冲动劲是不是就过去了 我在想 要不要用关心的语气 再追一下搬东西的事 再疼两天吧 别人家刚冷起来 又让你顶着火 有不 好的好的 那家餐天怎么样了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自己解决的 也谢谢你替我操心了 走吧 请你吃工作餐 又吃工作餐啊 乖乖了 怎么可能 玩个游戏我也能说 我看看 离远点啊 说了 我可厉害了 难不成 你刚才真通关了 嗯 我都玩了四五年了 看来啊 我得加油了 以后啊 我上班玩 下班玩 我点外卖玩 我洗澡我还得玩 我争取啊 让你也请我吃一顿大餐 还是说好了啊 连过五关算赢 赶紧你输了 你得请我吃饭 我就是想请姐的吃顿饭 我刚才故意输的 尝尝这个 我不吃 妈妈 我不吃 我现在就开始这样 我不吃饭了 你爱吃不吃 那我们要监督一下 好 周老秦啊 你刚刚跟谁吃饭 我可看见了呀 大妈大妈 你什么时候才能过来陪我玩啊 我好想你啊 老实交代 是谁啊 是不是我上次见到那个小朋友啊 你这是姐夫恋家办公室恋情的前奏啊 没有啊 你别瞎说 反正你现在呢是单身 尝试什么都是应该的 我反而觉得那个小朋友确实挺可爱的 你看什么 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 我偷偷放的 没人发现 你干吗 我看你爱喝 去买了给你啊 加班好夜的时候提神醒脑用的 记住了 不许给别人 周老秦 你的什么表情啊 做贼心虚啊 没有啊 对了 车店那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那个清退单签了没有 什么时候把你走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就看哪天咱们商场闭店之后 他们把东西搬走就行了 行 这事你们俩处理得不错 好